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前线新闻 我是谢豪荣 七年二强旧过后 凌晨6.3的最大余震 镇阳又在花莲的寿风厢 上次倒了一栋大楼 但这次一连倒了两栋楼 事实上负寿风的镇阳 已经在当地超过了144了 让贴上红丹的围楼 因此倒塌下来 寿风的墓园跟民宿都严重受损 路面全是破裂残骸 花莲县寿风厢树光海岸民宿 两层楼高的建物倒塌 经不起23号 余震狂摇先是一根断裂 接着整栋直接崩塌 没有 我们都在这边 每次有9点多的那个镇 那一镇的时候就塌下去 他们先拆除了 他们有这个补助的方案 就是6年了 近30年的建筑物能咖 这里是寿风厢台11县 8点2K处的树光海岸民宿 0403地震后被列为红单危机 撤离旅客人员 这回坍塌没造成伤亡 目前那个固海营区 往再进去往山里面 还不敢进去看 因为余震还是不断不敢进去看 二十二号凌晨至今大小鱼症不断 正央全集中在寿风厢海岸山脉 林顶断层两边 包含二十三号凌晨两点三十二分 规模六点三最高震度五弱 集九点二十八分三级规模三点六 九点二十二分四级规模四点七 还有十点二十一分五弱 十点十八分规模三点七等 总计超过一百分三级规模三点七 一百四十个有感地震都在这 所以原本就规划要换 换到这边 鼎鼎路半山腰的东山安乐园 入口办公厅设一楼梁柱断裂 地板塌陷两层建筑物也受损 业者就说原先另一侧规划 盖新厅设拆除旧楼 没想到载玉强震 还好没重大财损 人员也平安 园区内包含纳古塔及墓园 都没受影响 请家属放心 TVB的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花莲余震不断 天后蔡依林才去过爆红的天空步道 现在也毁了 玻璃栈道多出裂痕 滚石掩埋了入口 想复原耗石费力 严重打击了当地的观光 山壁土石溜滑梯 大面积崩落 漫天尘土飞扬 这里是花莲县封冰箱 情不知子海上古道 历经彻夜多次余震 入口处遭掩埋 新机隧道的招牌 第一个字已经快看不见 玻璃栈道多处破裂 防落石护网 挡不住大规模的土石冲击 整排损坏倒塌 这条步道在2017年完工 对外开放 吸引不少旅客打卡拍照 利用钢骨结构与强化玻璃 沿着海上悬崖峭壁垂直 新建二十公尺长的海上透明步道 天气晴朗就能保览海天一线的风光 这回余震重创 步道出入口都出现大量吐石 乡公所人员不敢贸然停进灾区 要等情况稳定 再勘察步道结构 同样是能够眺望太平洋的知名景点 八旗凉亭 周遭石块掉落碎裂 欣赏美景的旅游胜地 一夕之间变成危险禁区 先来确认一下 该随跟这个档案回报 我们下来 公关处也针对周遭步道进行封闭 猛烈渔震再次打击花莲观光 TBS新闻高志同蔡幸宇花莲采访报道 花莲封闭山的部落现在变成了孤岛 因为山崩土石坍塌 阻断了上山的围道路 让居民非常煎熬 而镇阳受风的部落灾情更惨 居民坐在路边不敢睡觉 铁皮屋顶整片掉落一楼 砸中门前停放的电动代步车 挡住大门出入口 红庄围离倒塌粉碎 其他住宅灾情同样严重 前院后院都是一片狼藉 瓦斯桶盆栽各种杂物堆叠 连水塔都裂开一条大缝 走进屋内更是惨不忍睹 厕所隔间四分五裂 墙面瓷砖崩落门窗变形 两柱露出钢筋 居民无奈 好好的家被余震搞破坏 附近居民车也未眠 闭上眼睛几分钟又被余震惊醒 这里是花莲水莲部落也是猛烈余震的镇央 不少房屋大面积军裂居民的基本生活物资严重不足 大家都没有睡觉一直都在外面 那是不是请求外面的资源让我们有一些帐篷 受灾户还有封冰箱 积齐村高山村落的居民 突使摊房阻断上山的唯一道路 哇 整个风死 没有路 工作结束竟然回不了家 居民只能暂时找地方避难 有家归不得 身心灵都是煎熬 地别新闻高志宏蔡星宇花莲采访报道 花莲接连倒塌的三栋大楼都在米伦断层上 但是阵阳却不在此 而722主镇过后21天 加上余震次数能约莫达到1200次 全球地震除已经堆积成了另类的101大楼 地球转一圈 过去一周全世界的地震都呈现在 全球地震3D即时直播影像 而台湾的余震已经堆叠到 就像是101大楼 截至23号下午3点09分 0403主镇加上余震已经有1177起 其中规模6以上的有4起 规模5到6多达60次 还有网友贴出密密麻麻的地震记录截图 直呼自己一直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当中 都是余震不需要太过恐慌 只是看看0403地震阵阵央位在寿丰外海 之后的余震则是一直往北到秀林外海 就连23号凌晨2起规模6以上的余震 也都不在米伦断层上 而是临顶断层 但怪的就是这次倒塌的天王新大楼 富凯大饭店以及统帅大楼 却都是在米伦断层上 大家还记得的话 就是2018年0206 米伦断层有强烈的活动 所以米伦断层附近的房子 在2018的时候已经有严重受毁 这一次的断层跟米伦断层 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 应该只是巧合 再加上这三栋楼有两栋 原先就被贴上围楼红单 只是从主震到上千起的余震 震央不只逐渐往陆地移动 震源也越来越浅 其实是好事 不过专家也说 一般规模7.2的地震 能量不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完 根据921经验 大概还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民众还是要做好防震措施 昨晚地牛平民翻身 一夜83震 这大规模6.3 吓坏了全台民众 花莲中途之下的13名少年 饱受煎熬 很多人是吓得整也不敢睡 就怕生死一瞬间 早上8点多 花莲发生规模5.8地震 受风花莲大桥举利摇晃 路标电线杆也不断的晃动 蓝色乡型车驾驶件状 立即停在路口 不敢开上桥面 而天摇地动连小鸟都感受得到 马上停在路标上 左顾右盼查看情况 4月3号花莲大地震至今 已经发生超过千次的余震 尤其从4月22号傍晚5点多开始 一路震不停 晚间10点11分的一震规模 来到5.9 二十三号凌晨2点多 结连两起地牛翻身 最大规模 甚至来到6.3 下坏不少的民众 一有余震麻生尖叫 爬下躲避 来自花莲凯歌园中途之家的少年们 暴受地震煎熬 稍有余震晃动 走非常的紧张 原警主任表示 0403主镇把园区的房屋整坏 孩子们先被安置到花莲借菜总会 而接连不断的余震 也吓坏这些小朋友 让他们不敢入睡 还有家长深夜被震醒 立刻转身护住床上的孩子 感受到强证威力 不敢大意 有民宅墙壁 甚至被震破一个大洞 花莲民众也因为余震不断 听了整夜的国家级警报 根本就怕到睡不着 许多民众跑到大马路上避难 只希望不要再震下去 尽快恢复平静生活 TVB的新闻 高中红系 论花莲采访报道 702主镇过后 至今21天余震上千次 尤其今天凌晨规模6以上强震 现实全台有改 而且又有英勇的护理师 竟急保护了10名新生儿 把婴儿床全部聚在一起 来到台中文理酒店 露天泳池 本来想要好好放松 突然举列摇晃 用吃力的水 瞬间涌出 而台南这名护理师 强症当下立刻稳住 护着10名新生儿 向左推床聚集在一起 另外又有人深夜睡到一半 直接被咬醒 越晃越大力 台北女子赶紧起身 顾着孩子 生怕一个不小心 会有东西砸下来 连家中的爱猫也仓皇逃命 23号凌晨2点26分 东部海域发生规模6地震 本来以为地震停了 结果32分 花莲寿风向又发生6.3地震 一晚好几震无法再睡下 毕竟担心会有更大的余震 而不只人儿会害怕 还有狗狗吓得不敢回房间 整晚趴在楼梯上留守 我之后就醒了啦 对 就没有再睡 余震不停 商家也好哭闹 像是小北百货 北部店面货架商品成了骨牌 激烈倒下 散落在地上 不过相对高单价的酒柜 有特别防护措施 而二十三号早上八点零八分 花莲又发生瑞士规模五点八地震 高架轨道捷运 包含桃源机场捷运新北长安园区 往台北停时五分钟 北街问呼线突然停时又复时 大大小小余震不断影响的 不光是全台民众心情 大众交通运输也因此延误停时 段时间内恐怕频繁发生 大家得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特别新闻 杨青朋友吃醇台北 采访报道 在这画面里也毫无准备 因为整个大楼不仅往下沉 而且往前倒 撑过了7.2的强震 但是花莲这一栋超过40年的 富凯大饭店 却没有能够撑过凌晨 这6.3的余震 持续的往前傾 往前倒 下午运来48块的这个小波块 各重达5顿重 来做防护 来做抵挡 而拆除剧烈业的明天 会正式展开 大楼已经倾斜 余震一来不止车 上下剧烈晃动 连路牌也疯狂摇 工程人员全力成四 先到安全地方避难 拆除前置作业一边进行 还得注意余震 工程车辆不断倒下沙石 在大楼旁边堆积小山丘 并将铁制围离拆除 防止倾斜幅度增加 工程人员忙前忙后 过程中不止拆 还要稳固建筑 有了先前经验 似乎流程更驾行就手 看到真的有下来跳 对啊 后面还一动也很好了 对啊 所以家里就想说 就是离很近嘛 回来看一下 回来注意一下 现在安静在哪 一样在家里面啊 那不用去离吗 这里离那么远 用不到啊 富凯大饭店位在花莲中山路上 也就是金三角商圈的中心地带 距离东大门夜市步行 只要五分钟 甚至走路也能到知名景点 这一阵附近店家都大受影响 今天就是不一样 因为昨天五点开始就地震 然后震到刚刚刚刚才还有在这 大楼倾斜十二度后雨晨不断 早上八点出再次监测顶楼水平距离 发现往前三点五公分 代表倾斜程度恐怕已经大于十二度 预计调放四十八块五吨的小破款 目前已经跌了大概三公尺了 那目前预计今天晚上可以完成六公尺的 那个铁土的作业 那明天会进行行钢的支撑 那顺利的话应该是明天下午后 因为大楼布地小 陆幅宽度窄 临房也比较多 受限程度高 难度甚至比天王新大楼还要困难 首要目标就是尽速排除状况 避免波及无辜 8月20分您现在所看到的正式现场画面 先稳住在拆除两部怪手都在作业当中 强烈于震让这栋富凯饭店整个倾斜45度 让附近原本很热闹的店家生意掉了一大半 伴手里营收蒸发九成 而包括公正包子 钢管红茶等等名店 也都腰斩 苦不堪言 0423凌晨在镇让位在市中心的 富凯大饭店严重倾斜 因为周遭封路 也让附近店家的生意大受打击 富凯大饭店位于花莲市中心黄金商圈 一楼就是黄金奶油酥条半熟里面店 游客最爱的公正包子钢管红茶 米粉汤和东大门夜市都在附近 走路10分钟还能到观光景点文创园区 救火车站文化园区以及南北滨海公园 接二连三的地震不仅把富凯饭店震到倾斜 也震掉商家的生意 其实从0403之后 我们每天的营业额基本上都只剩下一成 甚至不到 那基本上就是甚至可能 以门市同仁的薪资来讲 其实都是不足以去做一个cover的 曾获选台湾百大伴手礼店家回篮数道 就开在富凯饭店旁边 23号连续地震后暂停营业 等评估建筑符合安全后 会请员工将店内产品移到仓库 周家征缴员工忙着把食材打包上车 因为靠近富凯饭店的门市 受到地震影响 得暂停营业两个礼拜 只能把还能用的餐点送到附近分店 花莲观光圣地成了地震重灾区 店家忙着处理灾损 更忧心短时间难以恢复生计 钢梁先挡着还好没有人在一二楼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栋遥遇见是统帅大楼 在七点二主阵之后 开始倾斜列为红单位楼 但没想到凌晨六点三的余震 直接让三楼变成一楼 又是软脚虾的结构 而且惹的祸 官方是先支撑再拆除 地震当下天遥地动 原本支撑在大楼旁的多根梁柱 再也沉不下去 瞬间倒塌 扬起大梁烟城 花莲同帅大楼 经过四月三号规模七点二大地震 建筑体倾斜 外部瓷砖脱落 才被列入红单排柴 没想到三周后再度遇上 两起规模六以上余震 终于支撑不住 房屋结构软咖 三楼瞬间变一楼 同说大楼原先的支撑 钢梁变形上午已经全部拆除 改成像这样子一辆一辆的货车 再来大量的废土石 堆在最下线的地方 来做支撑的作用 尽管住户早已撤离 但看到原先住家变得支离破碎 心情也大受影响 是很难过啦 对 一定会很难过 其实没有想到 它会突然的倒掉 可是我直接上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应该有比较邪 因为我的门已经不好开了 三周前大楼住户 原本陆续都还能进到屋内 带走财物 没想到水手记录 加中正后惨况 物品东倒西歪的画面 成了对家中最后的印象 还有住了七年的住户 350公斤保险箱 还有钢型搬不走 只希望拆除大楼时 可以用其他方式搬下楼 主阵过后 同帅大楼倾斜更加严重 幸福业家派机具进场 预估要花费两周拆除 不过大楼住户心情 在四月三号主阵 才稍微平复 怎料接连的余震 载度冲击 本来十层的同学大楼 现在三楼变一楼 市场今年一月份 三十二平的顶楼 才以七百三十八万的价格 卖出 物注恐怕还背负数百万贷款 只能够自然倒霉吗 记者李洁为您说明 四月三号发生规模 七两二强震 从那天之后余震不断 而在今天凌晨 也发生了两起规模 六以上的强震 造成花莲地区 有非常严重的灾情 我们来看一下 在花莲的统帅大楼 它有发生请协的情况 三楼变成一楼 就有屋主 他就说家没有了 这贷款还要继续缴 那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统帅大楼 它其实是在花莲的市中心 算是蛋黄区 在这个生活技能 还有观光 其实都是非常的好的 目前来看 地上十层楼 有大概百户的住户 而且它的屋龄 二十七年平均每房 就有一到三个房间 那么其实根据过去的统计 历年的成交价格 单价来到了 每瓶有十万到二十五万元 大概是在这个区间会成交 而在今年一月份 就有民众 他是以七百三十八万元 买下了三十二瓶的房子 平均每一瓶 是要价二十二点九万元 没有想到一月才买的房子 在这一次就发生上 这样子的强症 到底该怎么办 就有专家他就表示说 如果是已经签约 但是还没有点交 就遇到强症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 可以要求返回价金的 但是如果已经签约 已经交屋的话 遇到强症 那么接下来 你有可能没有办法退房 这个房贷 还是要继续缴钱 那我们可以知道 是在四月三号 发生强症之后 这个受灾户的 这个补贴方案 他的贷款方案 包括了要重建的 要重修的额度都有提高 就是希望这些受灾户 他们的生活能够赶快 恢复平静 花莲接连强症倒塌 或红丹围楼几乎都在市区里 因为检验红黄丹 必须由里长来主动通报 就怕百密会有异书 目前县府正在评估 展开建筑物的大体检工作 一条公正街走到底 这里平时就是市场业者 摆摊集散地 附近多数是低矮平房 无奈这两栋 十层楼高以上的建筑 都耐不住强症 虽然造成不少灾损 好在青岛时间 在凌晨发生 否则 每每假日有满满游客 到大明店排队消费 真有个万一后果不堪设想 大自然的无情 确实让花莲市区 近期不少建筑被震道倒塌 或是成为被贴上红丹的围楼 首先是公正商圈 中山路上的富凯大饭店 巷子走到底 就是统摔大楼距离很近 下方东大门夜市旁 岔路处是天王新大楼 靠近海岸线 还有北宾街2号6号 周遭因为拆除作业 通通管制 而博埃街52号这栋民宅 也被列为优先拆除户 每栋之间最远距离 不超过一公里 唯独2018年岛的云翠大楼 距离约两公里远 非常时期也就让人思考 建筑大体检的重要 富凯饭店附近 已经有其他大楼 出现这种威胁结构的 X型裂痕 但如果当地里长 没有协助通报 请人来检验 安全就被打了个问号 现在南方 但类似倒塌情况 不能再发生 在看打擦打擦 并不是人为的 花铃渔镇不断 这是吉安乡地标 15层的山海关大楼 是被判定是围楼 但没有立刻倒塌的危险性 不用墙拆 却要耐震补强 却可能冲击房价 主委说 目前还是以补强为主 经历过403强震 瓷砖剥落 内部楼梯间和走道 更是遍地碎片 满目疮痍 被贴上红丹的山海关大楼 原本被技师结构判定 可以不用拆除 原地补强即可 但经过23号凌晨 一整夜的强烈余震 住户有改变心意吗 目前我们在群组里面 是还没有住户 提出这样的声音过来 如果结构其实判断说 因为可能后续的医生 造成说结构有 其他的受损的话 那我们再走 拆除重建这个部分 住户倾向补强就好 不过结构技师 光评估补强计划 就得耗上三到六个月 难保损害情况 不会再扩大 当地房仲评估 如果只靠补强修复 势必影响房价 最好的情况是原地重建 但住户未必有钱 能买下新住宅 另外假设异地重建 临近吉安火车站 和菜市场的山海关大楼 原本环境方便 未来不止生活机能 恐怕变差 住户也得负担部分 重建费用 受到的阻力会更强 那如果说这边 异地重建的话 也不会是在 花莲的精华地区 再去盖这个房子 所以 我个人是认为说 异地重建的话 它的行情绝对不会 像现在原地 原地重建来得好 原本住户 74票对14票 山海关大楼 将成为花莲 第一栋拟耐震补墙建筑 然而余震摇个北晚 建筑物状况 还得再仔细评估 TV新闻 玲珑市江云曼 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民众的手几乎被吐没 而这样的缝隙 居然就出现在桥上 就连一旁的桥墩 都位移变形 甚至桥面跟路面的接缝处 还出现二三十公分的落差 担心车辆经过失控 居民赶紧到桥上 帮忙引导 而现场就在花莲 秀林乡的同门大桥 由于山上 还不停出现落石 担心大桥断裂 恐怕居民连逃生都有困难 另外市区的北冰街 房子受损严重 上次三号 只有一栋房子躲过一截 连红黄丹都没有 但这次却墙面无预警 整个倒塌 还好住户已经早早撤离 另外当地知名的更生日报大楼 成立近77年 虽然72年前 就曾遇到地震全岛 好不容易重新站起 并在零四零三的墙震中 只有部分墙面倾倒 如今还来不及修复 又出现两处崩坏 而损失最严重的莫过于 富凯饭店附近的店家 目前为了安全 周边拉起了封锁线 由于要恢复正常生活 还遥遥无奇 因此不少店家 也趁机回来拿取物品 一个月内接连两次地震 让花莲灾情重创 上次的灾害 不少人还没能回家 如今又增加新的灾民 也考验工部门的安置 及应变能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最怕没说到国家警报 成为边缘人 事上手机可以下载 两种地震的通知APP 都是官方地震中心提供 而其中苹果系统的研发者 是年仅18岁的高三男生 这几天地震 很多人抱怨 没收到简讯的国家级警报 但其实必须要预估 您所在第四级以上 及规模五以上 才会接到通知 但如果您也想自己 下载其他APP的话 像是地震速报 上面不只有即将到来的急速 还可以预估事件 台湾地震速报 可以提前三十秒通知 地震抵达时间 还有预估急速 也能看到历史地震报告 除了可以调整警报位置 警报阵度 防止小地震被炒 资料来源来自七项署 目前只开放给iOS系统 零四零三地震后一周内 累计三十万次下载的APP 开发者是年仅十八岁的高中生 林紫佑 因为对地震很有兴趣 用客运时间约一年半 原本用数位拍设计改用电脑 全是自学或网路论坛询问 最后再由任职 杨明教大工学院长的父亲 协助上架 还有一款DPIPF能设定提醒的 所在地查看当下地震震度 回看历史报告 资料来源是民间的TREM 但TREM也是和气象署拿资料 也是iOS系统可以使用 用安卓的人可以载这款 KNY台湾天气地震速报APP 也可以显示各地震度报告 也能调整警报位置震度 资料来源也是气象署 另外YT上也有台湾地震监测直播 不同的是可以看到即时波形 也有两分钟推算阵阳规模 二三号星辰 最多一次涌入观看17万人次 地震中心也说资料都是 气象署无偿侵略提供 希望民间一起推广地震资讯 TV新闻 旋目见曹正人台北 CIFE MUTO 花莲地震频传 民众认为仿佛有些地震前兆 像是海边天空的闪光 被认为是地震光 而昨晚在美轮西派 也有大批像是蜈蚣的马路窜出 我们听听专家说法 水泥地上密密麻麻 猛然一瞥 吓好大一跳 这全是突然算出 成群结队的马路 被拍下的时间点 是22号晚间7点多 地点就在花莲美轮西旁 祭祠路附近 经常到附近 晃晃的民众都说怪 而且时间点多么巧合 毕竟0403强震发生前 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所谓大自然的能量 在22号晚间10点多 也被人发现海岸线那头 出现一响而过的亮光 从七星潭 南兵 守望哨 望过去都被监视镜头捕捉 是震动波导致区域上空 出现地震光吗 感觉这样的巧合 就很容易去做这样的联想 就是因为之前好像也有 类似的这个情形 那当然人家就会产生联想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 因为那一天的一整天 从上午一直到下午 甚至到晚上北面 花莲的北面 甚至到秀陵以北 事实上整个后面雷遗才通过 所以那个雷遗的闪电 那是非常清楚的 专家替大家事宜 不过确实也因为这些镜头 补助不少瞬间 当然包含地震发生当下 23号上午8点04分 花莲沿海这起规模5.8的地震 镜头军耐不住摇晃 撑着撑着瞬间低头 只拍到下方木栈道 而时间再拉回到半夜 其实它好几度都是望向远方 却因为余震好几度hold不住 镜头通通在线上放送 敬业程度可说一等一 TV群旅游华高速 网上部区花莲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